而资本五倍券即将在10月8号开始发送 这一次发送的地点除了是便利商店以及邮局之外 部分偏乡地区甚至连当地派出所也加入了发放行列 警方是除了担任重要的护发券工作之外 也呼吁民众盛防诈骗 玉利分局在清晨6点13名警力 整庄前往花莲市国安邮局执行五倍券押运安全的维护工作 为了确保五倍券押运安全工作圆满顺利 分局让温基辛 特别指示业务组严密规划相关的安全维护工作 务必使证新券运送以及保管万无一时 运分局表示五倍券分装运送保管期间 为了防止遭窃遭抢或是纵火等因素 让五倍券能够如期发放 特别规划了押送勤务 一路由花莲市出发北往南沿路分送到12处的邮局 维护辖区邮局内五倍券存放安全 特别规划金融机构安全维护工作 24小时不间断加强巡逻 严密滴水不漏的做好安全维护的工作 近来五倍券的诈骗案件时有耳闻也提醒民众 金融机构不会主动发送信用卡绑定 或者是预购失败等简讯呼吁大家应该要多加留意提高警觉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